说几个四川泡菜呀 我可是情有独钟 因为喜欢吃 特意去川菜馆子 潜伏了三四年 今天把这好吃的做法分享给你 一定要点赞收藏 准备新鲜的萝卜芹菜 去皮洗净切成小条 芹菜切成小段 放入盆中加入一大勺的腌菜盐 抓拌均匀 沙水一个小时 视频拍到一半啊 老弟又出来露脸了 老弟都有点不回忆的书了 老弟就希望呢 您看视频的同时 能不能顺手帮老弟把朋友的小红心 给老弟点一下 你就给老弟点一下吧 这样说了 是不是辛苦您了 谢谢老弟祝您呢 多赚拳手生气 一年四季多赚人民币 谢谢 凉白开中加入八角桂皮香叶花椒 盐味精适量 加入一大勺的冰糖 一勺九度米醋促进发酵 少许的高度白酒 风香防腐 放入一大袋的泡椒 连汤在辣椒全放里 加入姜片小米辣 杀好水的萝卜 加入清水 洗出盐分 攥干放在无油污水的坛子中 倒入调好的料汁 盖上盖子 密封48小时 即可食用 如果您学会了 别忘了给老弟留个双击 留个关注 老弟每天晚上六点半直播间里 教你做各种好吃的